记者何玉华新北报道,以年长身心障碍者为主的街头贩卖组织台湾新巨轮服务协会,在榜桥大关陆铁皮屋阁间的18人共住空间,因用火炊主又有大量可燃品,被检举为违剑,经新北市政府公安联合稽查小组决议5月15日断电,5月17日拆除,但协会成员担心无处可去, 市府安置近三个月,且需风摊水电杂费,将让原本经济弱势的成员处境更加雪上加霜 社会局长张锦丽表示,多次与协会理事长陈安宗及干部协商决定拆迁日期,理事长原来也承诺自行拆除 为让协会充分准备,将延期拆除,社会局会煤和志工协助搬迁,并由环保局协助勤运,至于租金及水电收费,是比照社会住宅提供给弱势民众的标准,但为考量身杖者的经济能力,以煤和民间资源18万元补贴三个月租金,且不影响原06的各项福利补助。 由于协会表示成员叫不愿接受安置,因为必须配合机构管理,影响自由进出,希望能另密合适场地维持既有共生模式,社会局旁边资源,找到老人日间照顾的板桥长安居,在三楼规划十一床位,但只有九人愿意入住,后续若其余七人愿意入住,社会局会再将四楼纳入规划。 此外,榜桥社福中心议一案以社工方式,作为后续方式关怀,协助申请入租屋补助等社会福利。 其中一户妇女,便在社工的协助下,以令租屋生活,由市府提供生活及租屋补助。 性交易会主任文交易部协助生互电话 7辉屋原来歪理亚智 lane by车江湟